这次我们基本上是把我们的所有成员都带过来了 这是一个车载型的15火炮 这是一个轮式的 下面是履带式的 以及最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我们这个牵引式的15火炮 牵引式的15火炮重量非常的轻 权重只有4.7吨 非常便捷的能够由车进行牵引 或者是拿直升机进行吊装 完成一个快速的部署 对于我们远火系统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痛点 就是前端的侦察温血性是非常高的 这次我们有一个突出的创新 就是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炮管伸出一个带翅膀的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巡飞弹 这款巡飞弹能够帮助我们这套火箭炮系统完成一个前端的侦察 感谢观看